老头为了能变成超人 竟然开启了核辐射反应堆 下一秒 射线就打大了他的身上 细胞也随即开始了封裂 没过一会儿 他的鼠上流出了鲜血 但神奇的是 血竟然必迅速迎接 伤口立刻消失不见 而手掌却开始了变异 表面上的皮肤展出了鳞片 上面还出现了刀刺 这正是核辐射带来的后果 可这还没完 就在他手掌接触到桌子那啥 皮肤的颜色竟然变成和桌子一样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 署长竟然能和桌子融化在一起 甚至还可以随意在桌子里面游走 就在这时一个保安走了过来 为了验证自己的能力 老头一个抬腿就将保安整防 就将机器甩了过去 就这样保安被囚件了起来 被他当成了实验品 往事后 保安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见效果不错 老头则继续他的实验 他准备提高功率 打通自己的气质流脉 很快更强烈的射线 开始刺激他的细胞 他的身体也随即有了变化 成倍的增长 看来这个方法起到了效果 然而他不知道 辐射也被一盘的保安稀疏 保安也跟着开始了变异 他的肌肉开始了膨胀 每一会儿 两人合成一道商店撞了出去 等落地后 保安已经成了绿巨人 而老头却成了石头怪 此时的绿巨人朝着石头怪托了过去 他也报复老头 让自己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突然石头怪开始发力 他一把将绿巨人举了起来 但绿巨人也不是吃素的 在石头怪狠狠地钻上了岩石上 可这还不解气 他又连同整个石头一起 拎进了水里 然而到了水里 石头怪迅速变成了水怪 绿巨人也被他打进了水里 很快 两人又结合在了一起 殊不知 这正是绿巨人在吸出能量 愤怒的绿巨人刺碎了老头 并准备将他身上的能量 全部装为己有 老头逼绿巨人包裹在了能量球里 这时文序而来的军方 朝着能量球发射了干嘛导弹 随着爆炸声响起 逐边化为了无有 但绿巨人却重获了心事 复活后的他隐藏在了丛林 四季耳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